这期视频大家应该已经等了很久了 今年11月 鸿蒙有一款新品横空出世 这也是市面上当前在售的 首款高达5088分区的miniLED显示器 试图做到更理想的miniLED光源控制 以及更稳定的亮度和对比度 在画面的显示效果上 拉近与OLVD显示器的距离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这款秀肌肉的新品 能为我们制造多少惊喜吧 显示器的模具和去年评测的GM001一钩一致 正面是三边窄边框 使用了爪形底座 背面是机甲封外壳 搭配三角形的RGB分围灯 做工质感低印象还算不错 显示器的接口提供了两个DP1.4 一个HDMI 2.1 一个90W全功能Type-C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 Hub 和一个Audio音频接口 DP1.4接口实测最大可以开启4K160Hz 10bit 支持DSA压缩流技术 10bit色接图 观察不到明显的色接段层 HDMI 2.1接口同样可以支持DSA压缩流技术 做到满血输出 色接图一样不产生色接段层 Type-C接口实测最大可以开启 4K120Hz 8bit 422-S格式输出 属于残血 建议优先使用DP和HDMI接口连接电脑 Type-C接口充电功率 外接100W的PD快充笔记本 实测约为85W左右 考虑到线材的因素和各种损耗 90W快充全传腐蚀 显示器的配件 包括240W电源一个 DP线一根 HDMI线一根 USB上行线一根 Type-C线一根 以及4个壁挂罗柱 这里考虑到Type-C接口的带宽有限 如果你的笔记本没有HDMI的E接口 可以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支持DP1.4协议的Type-C接口 或者miniDP接口 有这个接口的话 可以购买一根Type-C转DP的信号线 以保证显示器 可以以4K160Hz 10bit满血输出 这款显示器的安装过程非常简单 将支架嵌入显示器背面凹槽 然后底座扣在支架底部 拧紧下方的手拧螺丝即可 支架功能提供了 抚养 升降 水平和垂直旋转 4种调节的发力感几乎一致 不用过多发力 并且阻拟感是比较均匀的 旋转时 因为支架高度预留有限 需要先调整至仰角进行旋转 不然会先触碰到底座 显示器的立体空间尺寸 我们进行了测量 方便准备入手的小伙伴 预先确认好桌面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它 GM001S的像素点 为鱼鳞状垂直拍部 观察六色图形与文字 没有毛边和道次 能提供比较出色的图文编辑体验 OSD支持五项摇杆操作 上方三个按键 依次为HDR开关 信号源和DIY快捷菜单 余下还有两处相对人性化的设计 首先是自动感光 开启之后 会自动匹配室内的采光 来调整显示器自身的亮度 避免长时间使用高亮度 对眼睛造成伤害 再有就是重力感应功能 功能开启之后 旋转至竖屏 整个桌面会一起跟着调整视角 方便用户进行娱乐之外的办公用途 显示器的分区配光 也一样可以在OSD菜单中 手动开启和关闭 建议大家在图文办公之外的用途下开启 可以增强画面的立体细节 GM001S的色温档位一共三档 标准这一档的色温 会更加符合多数人的偏好 所以推荐大家优先使用这个模式 实测数据环节 首先让我们看看它的帧数表现 使用TEST的UFO网站的真跳过功能 以1分之1秒和1分之1秒的快门进行抓拍 分别测得16格和8格 且没有出现跳格 宣传腐蚀 响应速度色彩环节 显示器提供了正常 快和超快三档OD档位 OD超快这一档 小飞碟可以看到明显的归影 实测平均GTG显样速度2.6毫秒 平均过冲率约于47.2% 属于不可用的状态 OD快这一档 小飞碟抓拍已经没有了明显归影 实测平均GTG显样速度在3.6毫秒 平均过冲率约于8.85% 进入CS2 使用慢镜头录制武器切换的画面 也看不到明显的过程归影 所以这一档比较适合运行FPS游戏 推荐大家全程开启 背光延迟测试环节 实测数据约为16.7毫秒 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各位也不用担心过高的背光延迟 会影响到FPS游戏的竞技操作 只有打开分区背光的时候 这个延迟才需要考虑进去 接下来是重头戏测彩测试环节 这款显示器提供了超广色域的覆盖 并且宣称平均DLT是小于1的 那我还得重点照顾一下它 默认模式实测SRGB 色域容积155.27% 色域覆盖99.92% Adobe RGB色域容积115.1% 色域覆盖98.55% D3P3色域容积114.46% 色域覆盖98.18% 这三种色彩空间的覆盖和宣传值 偏差控制到了1%以内 符合正常的不动空间 所以它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超广色域 SRGB模式实测色域覆盖98.6% 平均色温6736K 色准平均DLT1.03 最大值为2.33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4.49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5.13% 这个模式色域缩限控制比较理想 色准控制很优秀 色温和SRGB色域所需要的6504K 标准值相差300以内 用作SRGB设计学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担心默认模式的色域覆盖过广 会导致色彩的过保和 切换到这个模式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Adobe RGB模式实测色域覆盖98.5% 平均色温6778K 色准平均DLT0.81 最大值为2.33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4.08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4.06% 这个表现因为色域覆盖充足 且色准表现极佳 如果你在游戏之外 还有业余的摄影相关的用途 并且会偶尔接触到印刷工作 这个模式也是可以用的 不过这里我得叠个假 红膜的这款Adobe RGB的模式 表现在游戏屏中属于锦上添花 如果你是非常专业的摄影师 以及有频繁的运刷工作 我建议还是优先考虑 支持硬件较色的 99%Adobe RGB覆盖的设计显示器 第三P3模式 以苹果所需的DisplayP3模式 标准进行测试 色域覆盖达到97.8% 平均色温6730K 色准平均DLT0.74 最大值为3.23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4.16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4% 这个表现完全可以考虑 HDR模式的色温标准值为6500K 红膜的偏差值不大 并且最近这两年 苹果电脑的色温 也升到了6800到7200K这个区间 所以6700K左右的平均色温 对新老苹果用户都比较讨好 都不至于产生太过明显的色彩偏差 护眼测试环节 我们先看一下频闪 SDR模式关闭分区背光 测得显示器为类DC调光 开启分区背光之后 波形几乎一致 没有出现亮度降至骤灭的情况 HDR模式考虑到亮度和对比度 已经完全解锁 为了保证严谨性 我们测试了HDR峰值亮度 日常亮度 以及纯黑三类场景 可以看出依然是类DC调光的波形 只不过亮度的跳跃幅度有些大 我们也使用了 AdMIS的Asteria测试了屏幕的频闪 实测0.1秒内跳动了69次 所以实际频闪频率约为6900Hz 属于高频PWM调光 所以这款显示器 不存在商演的频闪问题 非常好评 蓝光测试环节 400-500nm的蓝光波段峰值 约为445.4nm 415-455nm的高浓短波有化蓝光 占比76.3%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 亮度对比度测试环节 SDR模式下 默认广色域模式 以及SRGB Adobe RGB DCI-P3 都提供了超高的亮度 可预到日常使用 基本上不会调到这么高 所以我们默认在 OSD菜单下调至50%的亮度 收集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据 四种模式都可以维持在 1000比1的对比度 对日常的图文办公来说 肯定是够用的 SDR模式实测3%到100% 窗口下 峰值亮度最低 1182.3nit 测试过程中 没有出现亮度骤降的情况 3%的小窗口 也可以维持在 1200nit左右的亮度 黑点亮度 在3%的小窗口下 可以维持在0.036nit 不用担心局部场景 产生发挥的问题 对比度保底 可以做到33000比1 这个性能理论上 已经可以提供 非常理想的场景立体度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游戏实测环节 不然我们会浪费掉 SDR模式的动态对比度 首先是白场 太阳的核心亮度 已经非常充足了 不会感觉到明显假白 树荫处的石块纹理相当清晰 在分区背光的加持下 暗部细节得到了一些提亮 劳拉女神的模型质量 肉眼观感已经达到了 HDR600显示器 开启HDR后的立体效果 同时因为分区足够多 画面并不存在 整体过量刺眼的问题 只是还原了阳光 等光源的局部高亮 夜景模式 灯管的亮度是适中的 顶部的建筑也有清晰 且范围充足的暗部细节 miniLED分区背光的 边缘光运问题 肉眼感知是非常不明显的 移动视角也看不到 光运的脱颖 室内暗场 墙壁的涂鸦 工作台 以及床垫的轮廓 都足够清晰 储物柜的位置 只能看到一拉罐的高光细节 这个模式 依然没有存在明显的 光运轮廓 以及光运脱颖的现象 HDR模式实测色域覆盖 达到了恐怖的 84.05BT2020 要知道我测试的多数显示器 都维持在75%BT2020级以内 EOTF曲线可以看出 这款显示器的HDR 对50%以内的灰阶做了提亮 所以HDR模式的暗部细节 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强效果 但是这样理论上 也会牺牲掉 纯黑色的一个还原 HDR开启之后 白场仿佛是在使用OLED显示器 由于对比度大幅度提升 阳光的亮度更加充足 太阳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山谷的环境光也不再暗沉 牢篮的面部和四肢的阴影 也更加细腻 模型的立体感是非常充足的 HDR夜景也给了我一点小惊喜 那就是右侧灯管的光运 几乎是消失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灯管轮廓 并且头顶的建筑暗部细节 可见范围比SDR模式更大了 仔细看 画面中央的红色灯管 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立体细节 观察烟雾 也一样没有看到任何的miniLED光源 我们再来看看室内暗场控制的如何 暗场相比于SDR模式 也一样扩大了暗部细节的显示范围 甚至可以看到部分天花板的轮廓 如果运行游戏暗场居多 基本上不用担心死黑的问题 同样也伴随着一点点小瑕疵 那就是场景中纯黑色 也一起被微微提亮了 导致黑色的还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 有一点点点点点发挥 和OLED显示器 还是存在一些小小的差距的 PS5环节 这款显示器 最大支持4K120Hz YOA32颜色格式输出 支持VR可变刷音率 游戏内的画面也让我眼前一亮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场景的灯光终于迎来了 许久外见的亮度还原 操作角色 跳跃到光源微弱的路灯 依然可以看到 8成以上的角色服装细节 个人觉得这个体验 放在当下一种IPS面板 加mini light背光的显示器中 已经属于灯神的级别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HDR片源 色彩方面51秒的彩色灯光 热源感觉到层次分明 显烟度非常充足 44秒的角色灯光 色彩显烟度适中不刺眼 高亮表现 偏远23秒的广告牌 灯光亮度是非常充足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建筑边缘存在亮度渐弱的 轻微的mini LED光运 由于是比较丝滑的渐弱效果 所以视觉上也不会感觉到很生硬 暗场表现 屏幕右下方的木板枪 可以看到完整的表面细节 甚至场景四周的暗部细节 也基本上都显示出来了 西灯大厦 可以看到相当清晰的边缘轮廓 以及楼层轮廓 这个表现是真的 太强了 体验结束 我们来为红膜GM001S进行打分 因为DP和HDMI接口 都做到了4K160Hz 10bit 满规格输出 先给到8分 因为提供了额外的 90W Type-C快充和USB Hub接口 所以再拿下一分 整体拿下9分 支架功能 因为支持灵活的调节 且手感均匀 先给6分 但由于底座为爪形 且不贴合桌面 会产生稍多的空间占用 扣掉0.5分 拿下5.5分 想象速度表现 这款响示器的无规影 平均GTG想象速度 做到了3.6毫秒 进入了3毫秒俱乐部 属于Fast IPS显示器的 中上水平 给到8分 色彩表现 因为先达到了99% sRGB色域覆盖 给到6分 又因为超过了92% Adobe RGB和98% DCI-P3 属于广色域屏幕 再加2分 又因为它拿到了 惊人的84% BT-2020的色域覆盖 属于超广色域屏幕 所以再给1分 拿下9分 会员表现方面 因为这款显示器 没有提供全程DC调光 也没有提供硬件低蓝光 并且它属于低频PWM调光 亮度存在50nit以上的 跳跃幅度 所以只给到4分 对比度表现 这款显示器 末日模式 做到了超过300nit的 峰值亮度 以及1000比1的基础 对比度 先给到6分 又因为HDR开启之后 对比度上限突破200万 所以我们再给3分 另外 由于这款提供了5088分区 3%小窗口 依然维持着1000nit以上的亮度 只有暗场表现 逊色OLED显示器 所以给到9.5分 我觉得是完全不过分的 最后将上述的分数总和乘以2 红膜GM001S的综合性能得分 拿到了90分 是一款性能非常强劲的 全能性显示器 最后我们针对这款产品的 综合表现 提供一下购买的推荐值 首先是设计用途 这款显示器的SRGB Adobe RGB D3P3 都提供了出色的校色 除了不支持专业设计显示器 提供的硬件校色功能 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槽点了 所以给到8点推荐值 游戏性能方面 它提供了充足的亮度 响应速度和对比度 只有黑色的表现 略逊色于OLED显示器 所以给到9点推荐值 售后方面 京东自营 且提供3年的即修服务 默认4点推荐值 办公方面 这款显示器提供了4K分辨率 并且楼外提供了拓展接口 这些属于加分项 但是全程为提供DC调光 以及硬件低蓝光 所以只给到5点推荐值 做工方面 支架稳定性出色 手感丝滑 模具质感在线 使用过程中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漏光 所以给到7点推荐值 属于有点精美的级别 现代比方面 我觉得是争议最大的 首先性能是肉眼可见的强悍 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几乎吊打了大多数的 IPS MiniLED显示器 但是价格也上升到了 5,499元 官方当前时段 提供的附加服务 是两年延保 加12期免息 加晒单 100元一卡 和已就换新 大概估算一下吧 两年延保的价值300块钱 100一卡就算100 已就换新 我找红膜确认了一下 最多折就450块钱 折中一下按200块钱算 那么这款显示器 刨去所有的附加服务 实际上它的售价 大约为4900元 和2K240Hz的OLED显示器 差不太多 所以给个6点推荐值吧 相当表现相当的有所值 但是结合的售价 并不属于高性价比 预算充足的话 还是很推荐考虑一下的 最后我们生成一下 这款显示器的雷达图 优缺点 我们也为大家做了整理 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好了 那么这就是雷达团队 对红膜GM00ES的评测报告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